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在周日的时间 为您带来国际片脸这些巡逐赛 中国公开赛 男子双打的决赛 是由奥卡洛夫延安 对波尔玛龙 那么这也是中国乒乓球 在国际赛场上 对乒乓球推广 做出的一大举措和贡献 应该说中外的混合搭档 双打出战 在本次比赛当中 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 也是一个亮点 那么之前呢 在韩国公开赛上 中国运动员也和韩国选手 来组合 参加比赛 最终是拿了一个冠军 男子双打的冠军 把所有的奖金 也捐给了四川 地震灾区 这个时候啊 就是看谁的语言能力 能说得上 能沟通起来 是这样 这个很 而且我觉得真的挺 我觉得这么去混搭 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而且对于这个推动 我觉得确实有很大好处 你看 咱们这四名运动员 那个表情 我看德国两个运动员 非常投入 他们对这种 对待这种比赛 这种态度 我认为 就非常非常好 就是说 他可能也是觉得 我可以从 这场比赛当中 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一些冰棒球 中国冰棒球的 最精华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看 他们俩态度特别认真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男子双打第一局 发球的是奥掐乐福 那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两队选手呢 要说综合能力 中远台的周旋能力 布尔和马龙呢 他们是最具实力的 但是呢 奥掐乐福和延安呢 是非常有特点的 一对选手 因为延安呢 他就是进台快速 特别是延安的反手 快速 奥掐乐福呢 他是一个欧洲运动员 典型的 一个这种横拍 两面反交 胡圈打法的一个代表 他的特点呢 在中远台的反手能力 也是超强 另外奥掐乐福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揭发球的 这把拧拉 基本上对方就要 跟铺点球似的 追着球来防守 所以就看奥掐乐福 在这个揭发球这一轮当中 能不能把这个拧拉技术 充分的体现出来 好的 好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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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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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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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奥恰洛夫和延安呢 在男子双打的比赛当中 第一轮是先胜了俄罗斯的一对名将 四面诺夫和萨卡申科夫 之后呢 在四分之一决赛 是战胜了来自新加坡的高宁和李虎 在半决赛呢 奥恰洛夫妍是胜了 杨子和詹健 也是新加坡的一对双打 晋级到决赛 瓜尔玛龙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是先战胜了克鲁蒂亚的选手 谭瑞武和加西娜 那么在半决赛当中呢 他是战胜了中国的王浩和法国的 一对一位选手 晋级到男子双打的决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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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双方都不是配合很默契的情况下 一左右应该说还是赚了很大便宜 赚点便宜 赚点便宜 好球 延安的反应特别快 对反应包括它的出手 它从小就是说就是这种特点 反应就比别人快 应该是 擦边 这球很关键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九平 我们看到这四位选手 今天都非常渴望这场比赛的胜利 不光是李隼教练刚才介绍的两位德国选手 我想从比赛的发挥和表现上来看 马龙和延安也非常期待 男子双打能拿到冠军 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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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现在这两对看来对奥夏还是非常了解 死给奥夏正手 这个球应该发一个硬旋转球肯定摆在正上了 刚才5比7领线连摆了两个正手才全没挑到 你看最后的视频以后挑到了 说明这个 可以 奥夏洛夫 对 说的这个语言上不知道延安能不能听懂 现在这个延安可能跟右手配啊 他现在可能始终没有找到他的那个进攻的那个区域 他退的还是有点远他的比较他的优势在前台偏近一点 他那个速度力量才能显现显现出来 他有时候跟两个右手配以后他跑位有时候跑得不好以后 他老是偏远一点老是够着 这把拧拉没有什么太高的质量 对 现在男的在这个拧拉当中他不加就像拉的拉出去成分多一点以后 只是拉起来 只是拧起来的话 效果都不开 效果都不开 效果 8支15 这样延安和奥夏洛夫第一局是13比11 先生 我们稍后将会继续为您带来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 每段旅程都是发现自己的过程 全新图观 全新启程 DAS AUTO 日晒 高温 我要酷爽面对 欧奈亚南市冰库水分路 清爽水路质地 创新皮肤冷感系统 一抹冰爽降温 清凉 保湿 酷爽整个夏天 冰库水分路 来自欧奈亚南市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国际评论职业巡回赛 中国公开赛 南双的决赛 大家看到的这两队选手是中德的配合 马龙和波尔 奥恰洛夫和中国的小匠盐 黎智 你觉得第一局的比赛 双方的技术 就是说他们的差距 他们之间的这个 所争夺的这个点 差距大吗 明显吗 我觉得第一局双方还是在试探性的 试探性的多一点 关键都不是很熟 但是我看从第二轮开始以后 波尔和马龙还是有一点变化 还是有一定变化 他们俩争抢的更积极一些 而且在发球上也有一定变化 不是关东发短球 而且有突然偷一个半长球 避免他直接上了拧拉的比较凶 他们还是有一点变化 因为打起来的话 应该一左右 还是应该是占上 他不用跑位 对 我们看到这就是奥恰洛夫的 刚才这般拧拉技术 其实这个拧拉虽然说 我觉得在乒乓球 这个项目当中是发展 但是从视觉效果上 我觉得以前的这种白短 回短相互的 之间的这种多种手段 撇 挑 滑 什么这样的手段就少了现在 没有以前在视觉上感觉花样这么多 这个东西就是相对的 我认为他其实你感觉越简单的 其实他越难 你说他现在这个球 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死角了 在任何的这个角度当中 从两个小三角开始 一直到远台全都发起进攻 而且对攻的成分越来越多了 过去都是咱们讲吧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进攻 一开始学的时候就进攻 完了第二个层次就是 就是会相持大家打百速 拨了来拨了去 第三个层次 这个人会防守了 有点水平了 打得最好的才会防守反攻 所以现在两个人对攻的成分越来越多 完了防反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乒乓球越来越好看 不像过去回合多了 回合多了 而且就是他浑身发力的那个球 比过去越来越多了 过去咱们都讲手指手腕 完了发一个球 人家没接好 啪一打 一切靠一个发出抢攻 一板就得分了 力量没有完全展现出 但他这就是手段少 对 就是不像以前这个白短搓长 呃 撇啊 晃啊 挑啊 这种球少 是因为他可能 呃 规则也不断在变化 器材也不断在变化 所以给 就是说真正发球的那种威力 不像过去那么大了 也有一定关系 就让他尽量的就是让他 呃 从台内的短球就开始争夺 这种机会越来越多了 给双方运动员 嗯 你现在直接有发长球 看来破尔对这个呃 傲恰还是比较了解 直接发半出台就直接发出台了 这球 这个傲恰落伏他用反手拧拉的很多 所以你给点长球 这有时候把他顶住了 对 现在看来这个傲恰的这个发球 在双打当中威胁也挺大的 是 下来 你看两个右手啊 像傲恰落伏呢 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大 那么他的跑位 在双打当中跑位也就 会更大 嗯 我想傲恰落伏啊 可还是需要相对这个动作别挥的那么大 对 对吧 这样的话一个是你自己不好还原 再一个你会影响到你的同伴 是啊 同伴他没地儿呆啊 他是感觉同伴被挤在一边了 所以你看延安老是卡不着位 找不着位 找不着位 找不着位置 奥恰落伏在正守位 防守的时候 这个球拉的确实很顶 对 这个就应该说是属于配合的问题 要不然你这个球要深 要不然你用反手反拉 正常来说你应该这个时候应该顶上去 压一下 他这样拖过去以后 这个球肯定 肯定人家进攻了 11比8 双方在前两局呢 打成了一平 应该说这两队选手 水平很接近 但要从打法上 可能波尔和马龙更舒服一些 对 安踏全力支持中国奥委会奥林匹克日常跑 6月22日携手23成不止步 安踏永不止步 什么是66号公路 来吧 一起66号公路 全新一代SRX 搭载移动互联体验Q 纵徒上市 CADALAC 剑霸男装携手CCTV5为您呈现精彩斯诺克在世 透气爽冷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南双的决赛 我们还是请李笋教练就前两局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两队中德的配合 我觉得慢慢慢慢现在这个球路啊两队都基本打开了 而且对双方的这个优缺点资格慢慢也找着一些路子了 我觉得现在马龙跟波尔现在也慢慢找到了这个制胜的办法 现在两个右手的那个其实显得现在比较被动了 基本上老是让人牵着正手短和这个反手长球 让人牵着住了 现在看看他们应该怎么能把他摆脱好 因为现在他只要是这两个右手揭发球拧不出来以后 他们就基本上显得就比较被动 现在最主要是这个延安的这个得分的点 现在体现不出来 他基本上一打起来以后他就往后跑 他抢抢不着他进攻的那个位置 这个需要抓紧时间调整一下 咱们现在基本上就这一下一拧或者人家没摆好的杀人一下 这个人就得分 剩下基本打起来以后一牵扯到跑动 他们就显得比较被动了 没错 所以延安还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 他要充分去发挥自己的一些优势 要不然他没有什么得分点 能不能靠前一点硬一点 打球打得冷一点 搏一下 看看能有什么转变没有 最后一牵扯到为了 五木 四木 五木 六木 五木 六木 二木 六木 他还是上不来 这个在双打当中是最难受的一点 就是说他总想发力 但是总找不到位置发力 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机会 那么要么现在就是凹洽洛夫 能够给延安去制造或者创造机会 现在凹洽洛夫能偶尔一下 偶尔一下这种大力量的下全球的起板 就是他们两个右手 应该把层次分得再清楚一点 延安能站得近一点 这个左右跑动一下 这个凹洽呢 他站得相对中远台一点 前后移动一下 因为他们这个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他们要跑起八次的那种两个右手这么跑 他们可能难度也太大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系统训练过 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能这个 这个延安能不能都横向多移动一样 再偏近一点 凹洽呢 前后跑一跑 让人让步 我记得两个右手跑得最好的 以前邓亚平和乔鹏 应该他们俩的那个跑位是转得最快的 转得像一个人一样 李伯良可能会配的也不错 对 两个右手 我印象他们两个人 包括你那时候跟小邓配 一练转圈就四十分钟 把脚都磨得都是泡 就练的一项技术 把脚都磨得泡 所以两个右手配确实难度挺大的 这个两个人的跑位转圈 在反手位这种转 就是要靠生练 这样第三局的比赛呢 是波尔和马龙 以比较大的优势 拿下第三局 现在二比一顶线 我们稍后呢 将继续给您带来 中国比赛球公开赛 男子双打的决赛 游将恢复不动 可以 设计跨越界线 性能十月三级 再越巅峰 将荣耀留给世界 东风日产 SV荣耀版 联媚上市 东风日产 静麦池节油器 节油是今 静麦池 释放清明亮 清扣跑 心自在 乔丹清扣系列 风行二代跑鞋 跨越新生 民族品牌乔丹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这场中国公开赛 乒乓球 男子双打的决赛 比如说您觉得 延安和奥恰洛夫 现在该如何去改变 就是改变现在 目前的一些 他们的表现 我觉得最主要 还是积极地上手 而且第一板球 我认为 他们俩不能退得太远 第一板球 不管是防御 还是进攻上手 特别是 补板的那个人 一定要向前赢一点 现在这个位置 就稍微好一点了 和奥恰洛夫 往前也跑了 稍微顶一点 就是说 稍微打得 稍微凶一点 就衔接的稍微快点 他们俩衔接太慢了 太慢了以后 人家正好一左一右 往来很从容地 看着你拉 都不用使劲 就把你们俩拉在一起了 这球 马龙这反手太漂亮了 跟费德勒那反手 动作一样 打成网球了 太漂亮 另外一点 今天奥恰洛夫 这个拧拉 这个技术 虽然也在用 虽然也在用 他这个拧拉 但是这个拧拉的效果 还不能达到 像足球的点球一样 像别人 他一拧拉 别人就得扑点球 还没有达到这种 绝对的一个主动和优势 所以这个 德国人看来训练 他也相对来说 跟他这个性格 德国人的性格 他练得比较四半 其实这个球 就是发的稍微长了 也就十公分 他现在只能做成 就练成一般的 扳出台球拉了 如果你再发短一点 他拧的就中了 对 所以就说明 他平时可能 也没练到这个环节 我想通过这样的配合 中国运动员和国外选手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也增进了运动员之间的感情 同时双打 也确实很有看点 而大家参赛的选手 都抱着一种兴奋 激动 新奇的一种心态 来参加这个比赛 是 特别是外国运动员 我觉得 真是能跟中国运动员 一起配双大 他们非常投入 包括像布尔 这么优秀的运动员 你看他跟马龙配双 他那种投入的程度 你看他那个眼神 每一下出手 都非常谨慎 你像游戏又是双打 如果要单打的话 傲洽可能还会好一点 他采用这种薄纱 他拉不着一个以后 他自己心里还是定的 他打双打以后 他老拉不着一两个以后 他自个儿又虚 他越虚呢 心里变化一起大了以后 他反而更拉不着 是否仇 不得再多或是 各位 不得来的 有机会 中文字幕提供 现在这个马龙跟波尔现在越熟练了 很自然了现在出手的 嗯 所以说在这高水平竞争当中 有一个环节你摆脱不了以后 你感觉会非常被动 现在波尔马龙赛点 我们看到这两队选手打起了表演赛 马龙再扣 哎呀这个球打丢了 看看他们俩能不能转起一个圈来 哎呀 这样十比六 波尔和马龙就获得了中国公开赛 男子双打的冠军 我们就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 掌声祝勃 OK 大家好 他们突然就是看到 这边的自然冠军 完成见了 专屋也想了 掌声祝勃 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